有五個房間的大別墅 墓口就超氣派的 我們還特別製作這個雪板架 可以讓滑雪教練方他們的裝備 那常常有時候會被逗病 就是說學校內部的訓練不足 我也跟曾經帶過我們滑雪學校的一個教練 跟大家說的一個不好意思 那在今年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 Casey Label 3以上的這一個教練 那第二個好消息跟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今年有一個打工渡下滑雪教練的培訓計畫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又買新家了 哈哈 剛剛是開玩笑啦 那我後面這一棟是我們新陳豬的 準備給這個滑雪教練住的 那這一棟Ikenia是一個無LDK的大別墅 那今天這一集就要來開箱這一棟剛出來的一個Ikenia 那在這一集影片呢 那我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我今年雪季的一些計畫 比如說我們已經跟Casey合作在矽章辦考試 另外呢還有一些珍木這個滑雪教練的這個計畫 還有一個打工度假儲備滑雪教練的計畫 就會在這一集一一的跟大家說明跟報告喔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先來開箱這一棟大別墅吧 首先開一下這個外面的這個庭院喔 那這邊大概可以停個三台車左右喔 那後面呢這邊還有一個廚藏室 在這個風宿後面一個廚藏室 那這是一個有五個房間的大別墅喔 這個入口喔就超氣派的 這個北海道的房子喔都蓋得非常大 那這個地理位置呢開在首道的Olympia滑雪場 只要15分鐘喔 來這個就是很典型日本的房子喔 那我們先來開箱一下最主要的公共區域喔 那一進來啊這邊就是一個大客廳 那我們還特別製作這個雪板架喔 可以讓滑雪教練房他們的裝備 那就是為了給這個滑雪教練更好的住宿品質啦 那我們才去租一下這一棟Ikenia 那這邊就是一個用餐的地方 那應該我還會再買一個更大的桌子啦 那這個是一個兩人的一個餐桌 有一點小這邊就是廚房喔 那這邊啊教練都可以自己去這個 吹煮你的這個早餐或晚餐 那我們提供的這個熱水壺啦 烤箱冰箱微波爐 吹飯機應有盡有 裡面鍋碗瓢盆其實都有了 就像一個家一樣 那我們也會提供這個一些教練的一個洗髮精啊 衛生紙啊然後一些公共的洗手乳 這個我們滑雪學校都會一併的提供喔 那我們在開箱就是我們這個洗手台 然後這邊有提供一台洗衣機 那這一棟Ikenia裡面也會有附了一間 衛浴兩間廁所喔 難道沒有喔 那很特別喔 在日本的Ikenia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間廁所而已喔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很對 上廁所這個需求沒那麼高嗎 那我們今天挑的這一間呢 是有兩間廁所的二樓還有一間廁所喔 因為入住的這個教練啊 比較多喔 一間廁所有時候 早上要出門啊 大家要這個用廁所 就很麻煩 那我們很貼心的 特別找了兩間廁所的這個住宿的地方 然後這一間就是一樓的廁所 那在日本呢衛浴跟廁所其實都是分開的喔 如果你剛好第一次看到我的這個頻道喔 那你可能覺得很好奇 那我跟大家說明一下喔 然後穿過這一個樓梯就是我們的二樓 那一樓也有一個房間 但是我們就直接開箱 二樓的房間總共有四間 那我們通常教練呢 在這個守到這個宿舍 通常就是兩個人一個房間喔 哇這個這個house真的很大 那邊有一個大陽台可以來 夏天的時候可以來曬衣服啦 冬天可能就不適合 那這是其中一個房間喔 那這個房間的一個人 可能會給我們的這個考官喔 來住 我們今年特別從英國 請到一個考官來 作為培訓喔 那等一下跟大家詳細的介紹 那這種日本的房子啊 它的這個儲物的空間都做得非常好 像這一面啊 打開一下喔 很多儲物的空間 如果你想買日本的房子啊 那也可以參考一下喔 那等一下還有一間 這個衣帽間也非常的大 看到沒有 這邊總共有四間 我這個右手邊這邊一間 然後你看這邊還有 第二 三 四 這樣燈光打下去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這是一樓 房子真的保養得非常的乾淨 這個是第二間 那這個是兩個人一個房間喔 那其實採光都非常的好 那每一個房間呢 都配有這個壁爐喔 這個就是壁爐 它可以這個發熱 它可以自己調節溫度 讓你冬天呢 睡在宿舍裡面都不會覺得冷 就只會熱而已 喔 這個就是二樓的廁所囉 兩間廁所 我們宿舍都配有這個衛生紙 那這一間就是二樓最大的房間 然後這間房間比較特別的 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衛帽間 就在這一間超級大的 超級大 幾乎可以睡一個人的 裡面有沒有燈 裡面有燈 是不是很大 哇塞 看到沒有 這應該是主臥室啦 超級大的 然後還有這個 可以放 超級大超級大超級大的 然後這個是 第四間了喔 那現在是放著一個單人床 因為還沒有時間去買 更多的床位 住在這裡 當個滑雪教練 是不是很舒服 那我就簡短的開箱 我們這個滑雪教練的 新宿舍喔 是不是很寬闊 很舒適喔 那就是 歡迎啦 還沒有找到 滑雪學校的教練喔 歡迎加入我們的 滑雪學校 我們還有一些名額 那招木滑雪教練的一個資訊 我放在資訊欄喔 那還沒有點進去 沒關係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些 好消息 跟我們公司的新的一些計畫 那首先啊 其實我經營滑雪學校 也有三年了 那我在二四谷呢 其實有跟這個 北海道知識 經營的JD 二四谷中文滑雪學校 那那邊是有一個CASY的一個考官的 那為什麼那邊會放考官呢 因為那邊的一個學廠的規定啊 每間註冊在滑雪學校的公司或滑雪學校 必須有一個Label 3或Label 4以上的這個校長才可以註冊在那邊啊 按照這個規定啊 那當然所有二四谷的這個滑雪學校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校長 那除此之外呢在日本之外的一個規定在目前為止啊 就是說你由一個滑雪學校去註冊就好了 並沒有一個很強迫規定Label 3、Label 4 那我在這個首道啊 跟這個頭媽母或是副梁眼鏡 我們有經營完另一個JStyle中文滑雪學校 那經營了幾年以來啦 兩三年以來一直沒有一個訓練官或校長 那常常有時候會被這個教練逗病就是說 學校內部的訓練不足喔 那我也跟曾經帶過我們滑雪學校的一個教練 跟大家說的一個不好意思喔 其實我們一直在尋找 那也沒有找到一個合意的考官或是願意過來的 那在今年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這個KC Label 3以上的這個教練願意加入我的滑雪學校 那這個KC的一個考官啊 他可以兼考到Label 1跟Label 2的程度喔 那如果你有在滑雪界應該知道可以兼考到Label 1或Label 2 算是一個比較資深的一個考官 今年將會加入我們學校喔 那我們也會每週都會有一個訓練計畫喔 那我們就要提升不管在教練的技術方面喔 教學上面呢都是我們這個學校這一季的重點喔 北海道女婿所經營的這個J-Style中文滑雪學校 目前看起來可能是二世古之外喔 我不敢說唯一啦 我只能說少數擁有考官當校長的滑雪學校喔 那第二個好消息跟大家報告就是喔 我們今年有一個打工渡下滑雪教練的培訓計畫 從一開始的這個培訓你啊不管是在你的滑行或教學 我們學校內部都有一個教育計畫 那另外一點呢就是我們學校呢 今年有一個CASY的考官在在你參加考試試檢呢 在學校的一個內部訓練都會有一個PRE COURSE 讓你更了解考試的內容 然後增加你這個PASS過Label 1的一個成功率 那這個打工度假滑雪教練培訓計畫詳細的這個內容 就在我們說明欄 大家可以點一面如果有興趣的話啦 這些年輕的一些朋友啊 歡迎加入我們的滑雪學校 那第三個好消息呢就是喔 我們學校呢今年有跟這個加拿大 單版滑雪學校在矽章滑雪場 矽章滑雪場有合辦這個Label 1跟Label 2 單版的滑雪教練認證喔 那不管你是我們學校的滑雪教練或是外部的教練 那我們都歡迎你來參加喔 那詳細的場次跟時間喔 大約會在10月多公布 那請大家在這個追蹤一下 北海道女婿的粉絲團喔 FB粉絲團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喔 跟大家公布考試的場次跟內容 而且呢價格喔非常的漂亮喔 可能是全日本辦CASY考試裡面喔 相對比較便宜的單位喔 那其實我們有看其他一個承辦單位啊 其實開的價碼有點高 我相信對大家的荷包啊 考驗極大喔 北海道女婿呢特別跟這個加拿大 單版協會做一個合作 在這個價格上呢 我們就盡量讓大家呢 就是用一個比較便宜的考試費用 進場讓大家來加入這個滑雪產業喔 除了這個打工度假滑雪教練的培訓計畫啊 那我在北海道有兩間滑雪學校 一間是在245跟留壽都的CD中文滑雪學校 另外就是一個在雜房首道 或者是在頭媽母 新野度假村那邊喔 持續都有在招這個中文教練喔 只要你持有國際的滑雪教練的執照 都歡迎來加入我們喔 請大家加入的時間喔 請提早一下喔 因為我們要送你的這個滑雪簽證啦 保守估計都要抓兩個月喔 不要拖到了11月12月 要不要突然加入這個滑雪學校 其實對於簽證上的申請喔 其實都非常的花時間喔 那最後呢 我們這個滑雪倦量也持續在招生當中喔 歡迎大家來北海道想學滑雪喔 來諮詢一下我們北海道女婿成立的中文滑雪學校 在二四谷流壽都雜黃首道跟這個頭媽母 新野度假村都有我們的教練喔 那北海道女婿啊 做旅遊深耕在北海道 不管你是要租車包車 或者機賞接送 北海道女婿的這一個旅行社 都有照承辦喔 不管在北海道發生的大小事情 找北海道女婿就對了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耐心的收看喔 拜拜 然後第三點好消息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我們 這個這一代花學校有特別跟這個北海道